新加坡将确保亚先继续是一个既能够应对挑战又能把握机遇的组织 那么李显龙总理表示明年将是具前瞻性的一年 亚先将继续保持竞争力和持续繁荣 李显龙总理今晚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手中接过亚先轮值主席国的小锤 总理发言时表示作为即将上任的亚先轮值主席国 新加坡将成前起后加深区域各国之间的融合 让区内人民都能够从中受惠 总理也提议利用最新的数字技术 并确保区内人民懂得如何使用数字科技 我国将协助本区域打造电子商务框架和网络实力 创建亚先智慧城市网络 总理也说亚先应继续加强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伙伴的关系 在基础设施数字创新物流无缝衔接以及管理及人员流动方面进行合作 李总理也重申 亚先必须成为讲求规则秩序的区域组织 才能够更加有效的应对网络安全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等挑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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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